大家在没有来到美国之前 对美国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呢 是这样的吗 还是这样的 抑或是这样的 结果来了之后 待上一段纷纷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好山好水好物聊呀 的确在美国的旅游观光项目远不如中国精彩 大部分原因也是各个景点没有过多人工 建造的痕迹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生态 纯自然的情景 其中为着好山好水提供无限风光的 便是布满全美境内的国家公园 今天我们就来按照地域分为几期 来为大家盘点一下 非常值得一去的美国国家公园 以及每个国家公园有什么值得一试的玩法 让这好山好水变得不再无聊 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的数据统计 美国现如今有62座国家公园保护区 这62座国家公园来头都不小 均为国会立法建立 所以每一座国家公园的诞生 都是一部法律条文的颁布呀 除了这62座国家级的公园保护区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将近350个大大小小的公园 有2万多名NPS的护灵员 以及将近30万的志愿者来维护者 由此可见 美国的国家公园系统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集体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把美国一分为三 东海岸西海岸与中部 来分别盘点一下 这三个区域都有哪些好山好水 好有趣的国家公园吧 这第一期我们先从美东开始 美国东部一般指的是 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 这其实是一片很大的国土 但是著名的国家公园 往往都是靠近 甚至提名大西洋 或许是这样的气候模式 更容易孕育出多样性的国家公园风光 我们从北往南说 小编要推荐的第一座国家公园 便是位于缅因州的阿卡比亚国家公园 这是一座面积不大 但非常精致 并且是少有几个海岛式的国家公园 正是由于面积不大 所以一到两天便可以非常圆满的 体会完整个园区的景点 无论是自驾 徒步 骑行 园区 百度车 甚至开着船 都可以成为游玩这个景区的交通代步选择 而游玩方式就更多了 露营 房车 垂吊 攀岩 游水 基本上大家能想到的贴近大自然的方式 都可以在这里实现 那至于阿卡比亚的景观 则更是一本自然界的百科全书 什么沙滩 岛屿 琥珀 内湾 峭壁 山岭 峡谷等等 在园区内都能一览无余 最最最值得推荐的 还不是这些 而是首要大事 吃 前边我们说了 这座公园位于缅因州 缅因州什么最出名 对了 就是大龙虾 新鲜上的缅因大龙虾 不管是在园区餐馆内 还是周边小镇的生活区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花式吃龙虾 将会是来这里最大的乐趣之一 阿卡比亚国家公园的最佳游览时间 为7月到10月 对应不同的景观 但是都会让你不须此行 我们继续南下 穿过纽约州 因州 便来到了我们要推荐的 第二座美东地逛国家公园 弗吉尼亚的仙纳度国家公园 大家光看这个名字 仙纳度 是不是都有一种神往的感觉 不错 这座国家公园 以无可贫拟的景色 征服了每年来这里的 数百万游客 最佳游览时间 秋天 并且不能是初秋 一定要到10月前后 气温下降 此刻仙纳度将会迎来 充满所有山头的红叶 当然 由于仙纳度国家公园 植备的多样性 七夕在此的一百多个树种 将整个园区装点的 非常具有层次感 站在高处一眼望去 这种给视觉带来美感与冲击 是任何大师的影视作品 或者价值连城的名画 都给不出的 园内还有一条叫做 Skyline Drive的天际公路 贯穿整个园区 走走停停 好不惬意 从仙纳度国家公园出来后 千万不要一方向盘 管上高速 一定要沿着美国著名的 兰岭沟路 Blue Ridge Park 唯一路南下 经过长达8到9个小时的行驶 便来到了 小编要推荐的 第三座国家公园 大名鼎鼎的 大岩山国家公园 给大家顺带提一嘴 这条兰岭公路 想必大家对一首 美国著名乡村音乐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有所耳闻吧 是的 没错 这里的Country Road 指的就是这条兰岭公路 怎么样 大家就说 小编这么推荐 值不值 好了 我们言归正传 大岩山国家公园的名气 绝对够大 接待游客数量 常见位于全美 所有国家公园榜首 可见其风靡程度 在这里 你可以欣赏到 三可州交汇的美景 园区内水系丰富 可以随处细水 且动物植物种类繁多 有成群结队的黑熊家族 还有浪漫温馨的 营火虫花园 最佳游览时间为夏季 最佳游览方式则为露营 以及园区内的森林小木屋 都值得一试 大岩山之后 我们继续埋头南下 一口气扎到 美国最南部的州 佛罗里达 众所周知 佛罗里达为全美的旅行胜利 除了几座国家级的游乐园 称场面之外 国家公园自然也不甘落后 在这里 小编给大家推荐两处国家公园 相距不远 且各有特色 大家可以择游出行 首先就是大沼泽国家公园 一听名字就知道 这是一座铺满大沼泽地貌的园区 且地处压热带 孕育了独特的红树林 以及不太常见的野生动物 首当其冲的便是鳄鱼 坐着空气船 在鳄鱼的栖息地中穿行 惊险刺激 还有便是火烈鸟园区 在这里除了有罕见的野生火烈鸟之外 还有非常多种其他的鸟类 生活在此 并且这里还是非常好的露营地 吃着烧好赏着鸟 也是别有一番风趣 另外一座国家公园相对小众 并且相对偏远 叫做干岛龟国家公园 据说这里是美国著名悬疑电影 禁闭党的实际原型 但是这里的风景 却是一点都不悬疑 比如清澈见底的海水浅滩 色彩艳丽的珊瑚礁 阳光明媚的沙滩美景 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度假胜地 在这里可以尝试一下 独特的水上飞机 价格虽然不算便宜 但是毕竟是坐着飞机 在几个岛屿之间相互穿梭 也算是相当豪华的旅游体验了 好了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处 美东口碑与口岸度 都明孽前往的国家公园 抓紧去一一打卡吧 当然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其他园区也不具特色 这些就留待着大家慢慢探索吧 下期我们为大家盘点一下 美西的国家公园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让你爱上美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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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 双旁